悄悄蛋殼在用手慢慢剝开 妈妈们动作俐落 不一回的时间 以大同的水煮蛋已经完成剝壳 而马上又得进入下一道程序 剝蛋膜 水煮蛋马上变得光滑细致 看来简单的过程 妈妈们可是试了无数回 开始用大锅针 它好像磨了 因为它好像那个 铁和那个毛发 变成白了 那些蛋白的地方都会这样一颗一颗 然后里长又在研究 现在用蒸的 用电锅蒸的 所以现在很好剝 所以你们其他没拿二子的了 对啊 就是慢慢里长大大研究 拿那这样 这里出产的Q蛋 不止每一颗都要求完美呈现 口感上也是非常讲究 大锅倒入冰糖 黑糖跟酱油 最后再放上剝好的水煮蛋 放进煮汁 尽满三天三夜才能起锅 铁到第三天 以后它会很亮 它味道很好吃 它是全熟的 所以我放心里面绝对没有什么 为什么要铁到三天 Q蛋啊 Q蛋第三天是最好的吃 做盘狗的 三天 你如果说第二天 第二天要买入味了 犹如黑钻石的Q蛋 鲜中带甜 蛋皮富有弹性软Q 如此特别的口感 也养出了一批忠实顾客 一个月可以卖出200多颗的Q蛋 而最近更打出了品牌 福气Q蛋销售 而另外完全不添加防腐剂的手工水饺 也相当热卖 这些都是大社区发展协会所出产的商品 不为赚钱 为的实体做事学子客服 跟独老残肺来募款 你政府住有限啊 所以说后来我们决定说 我们做这个拿去卖的话 我们云云就放在这边 大亚里需要照顾的弱势学子有60位 而加上独老残肺 一个月的基本开销就得花上2万多块 这两样商品上市之后 每个月进账有5万 社区不再为钱烦恼 也能自给自足 他们的用心 也在地方建立起好口碑 转家话台中才放不到